一個女鬼跟在我身邊 跟了多久 小編怕怕 電影失憶挑戰視覺感官 讓你腎上激素激增 為了彌補小夥伴受驚嚇的心靈 咱們力邀劇主演員陳楚祥 現身演藝背下的神情 你看看這花美的臉孔 再怎麼驚嚇還是忍不住噴笑 陳楚祥要告訴大家 其實全是害怕比嚇人還要更難 以呈現很恐怖的狀態下 你心裡面是呈現很恐怖的狀態 但是你的表情可能觀眾看不出你很害怕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 但我說拍靈異片 經常泡在這陰森的氛圍 會不會留下後一陣啊 不是很怕 但是拍完之後對我來講影響蠻大的 就是可能以前 以前可能在地板上看到五塊十塊 可能會剪 但現在就不太敢剪了 就是迷信還是陳楚祥入戲太深了 別說小編沒警告你啊 電影失憶可是真人真是改編喔 有酷全娛樂 一千元我可能會考慮喔 台北報導 這個女鬼跟在我身邊 跟了多久 小編怕怕 電影失憶挑戰視覺感官 讓你腎上激素激增 為了彌補小夥伴受驚嚇的心靈 咱們力要劇主演員陳楚祥 現身演藝背下的神情 你看看這花美的臉孔再怎麼驚嚇還是忍不住喷笑 陳楚祥要告訴大家其實全是害怕比嚇人還要更難 你呈現很恐怖的狀態下 你心裡面是呈現很恐怖的狀態 但是你的表情可能觀眾看不出你很害怕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 但我說拍靈異片經常泡在這陰森的氛圍 會不會留下後遺陣啊 我是很怕 但是拍完之後對我來講影響蠻大的 就是可能以前 以前可能在地板上看到五塊十塊可能會剪 但現在就不太敢剪了 就是迷信還是陳楚祥入戲太深了 別說小編沒警告你啊 電影失憶可是真人真是改編喔 有庫全娛樂一千元我可能會考慮喔 台北報導 有庫全娛樂一千元 有庫全娛樂一千元